神舟15号乘组载轨满月 工作生活有序开展 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梦田实验舱当中 还有大量没有解封的包裹 那么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每天的重要工作 就是把这些包裹当中的 实验载荷取出来 安装到梦田实验舱当中 太空生活满月 航天员乘组做了哪些工作 浩瀚太空征途漫漫 中国空间站将在未来 带来哪些新期待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恒涛 今天一起来聚焦 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的 太空生活 2022年的12月2号 也就是在整整一个月之前 神舟14号和神舟15号 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 进行了一个正式交接的仪式 也就是说神舟15号乘组 入主空间站到今天 已经整整一个月 那么过去这一个月 三名航天员的工作进展如何 接下来这段时间 他们还要开展哪些探索 和科研任务 在我们的空间站 进入应用阶段之后 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期待 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二院研究员杨宇光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财政评论员万哲 欢迎万哲 好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这三名航天员载轨 这一个月来的忙碌场景 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 神舟15号乘组的载轨工作生活 十分忙碌 如果说神14乘组载轨期间 经历了空间站盖房子的过程 那么神15乘组 现在正在经历的 就是搞装修的阶段 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梦田实验舱当中 还有大量没有解封的包裹 那么神舟15号航天员程组 每天的重要工作 就是把这些包裹当中的 实验载荷取出来 安装到梦田实验舱当中 并且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 完成部分科学实验机柜的 安装测试后 航天员随即开展了 一系列科学实验 工作之余 三名航天员还各自完成了 90分钟的体能锻炼 在鬼满月 神15三名航天员 目前的衣食住行 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作为目前进驻中国空间站 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批航天员 他们的适应程度和工作能力 都满足了预期 三名航天员表示 将把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建设得更加美好 神舟13号 14号 15号 激励腾飞 中国空间站 全面建成 我们的太空之家 遨游苍穹 非常激动和自豪 遨游苍穹 祝天宫 奋斗启航 新增成 圆梦的感觉真好 不知不觉 在中国空间站 已经忙碌了一个月了 接下来还将面临 更多的挑战和考验 我们有决心和信心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中国载人航天 永远值得你的期待 新的一年 让我们一起携手 把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建设得更加美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 就是三位航天员 在新年第一天 接受采访的内容 看得出来 每一位状态 都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空间站呢 在此之前已经接待过 神舟十二 十三 十四 那么现在神舟十五 这个航天员组 他们承担的任务 跟之前有什么区别 那这一个月下来 游光觉得 他们这个任务完成了怎样 洪桃你提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 这个乘组的定位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空间站的建造呢 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一个是正式的建造阶段 那么在建造阶段呢 是关键技术的验证阶段 是神舟十二和神舟十三乘组 而在正式的建造阶段呢 是神舟十四和神舟十五乘组 但其实呢 神舟十四和神舟十五 虽然都属于建造阶段的任务 但是呢 而神舟十五呢 它是一个跨阶段的任务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在神舟十五乘组 在轨期间呢 完成从空间站的建造阶段 到我们整个的这个 运营阶段的这样一个转换 其实你从他们平时的训练 就可以看出这个差别来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神舟十四号乘组 因为他们要保证 整个空间的建造 所以说呢 整个的载轨期间 他们进行的很多载轨的训练 是包证 保证整个 比如说是 问天和孟天试验舱的到访 那么他们要进行 手动交汇对接方面的训练 而这个要保证转位成功呢 他们要进行 这个大机械臂的操作方面的训练 而我们的神舟十五乘组 那么更多的是围绕我们的 科研机柜的安装 等等这些科研活动 之前承担了更多的 是一些建设的任务 而现在可能要承担很多 内部装修的一些任务 万泽觉得 这样内部装修 跟我们地面上 它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它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首先我觉得装修这个词 用得非常的到位 因为咱们都知道 在一个家里面的装修 实际上是一件最难的工作 因为它的成本也很高 就人工成本 时间成本 实际上都是很高的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就是对于航天员来说 就是太空人 他们的这个 应该说压力也非常的之大 因为咱们都知道 这个科研机柜 实际上就是能够要把它解锁 然后再进行安装 然后使它们再进行运营 继续进行科学实验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芬蜂物杂的一个工种 那么咱们看到的时候 这个科研机柜 因为这个空间站 咱们的空间站 实际上科研这样的一个效率 以及它的这个占比 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对它提出来 很高的要求 那但是这些科研的这个机柜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发射条件 环境 其实还是相当恶劣的 比如说你很颠簸等等 所以实际上运上去了以后 本身还要有一个重新 再进行稳定调试 安装的一个过程 那有些机会 一个机会 比如说拧螺丝 就要拧100多个 咱们都知道 你要是说自己在家 就全都自己来拧 就这三个人 就拧螺丝 一个100多个 就是个大工程 何况说你要在太空站里面 还有失踪等等 其他环境的影响 所以实际上非常不容易 当然他们上去了以后 应该说随身携带的是一些 比方说这种细胞植物 这一类的这种实验 可能是会先做的 那么还有一些科研实验 现在也要纷纷的 就准备开始 这些准备步骤了 有一些准备步骤 可能就是说 步骤可能就有140多个步骤 实际上非常之多 再加上比如说 它的这个英文 全英文的界面 然后加上这个逻辑贯穿 还要这个研判数据 一个实验做下来 可能都得三个多小时 所以咱们就知道说 这个装修工程 可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既好脑力又好体力 应该说对于太空人来说 也是有非常大的挑战 虽然它不像这个发射火箭 那么壮观 那么振奋人心 也不像我们的这个对接似的 那么引起大家的万众瞩目 但是这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可能都觉得 细活特别多 我们的空间站的一个成败 接下来他们还要在空间站 要驻留五个月的时间 余光能不能介绍一下 就除了这一个月 他们已经完成的任务之外 未来这五个月 他们的重点是在哪里 还有哪些挑战在等着他们 刚才已经提到了 他们是围绕这些科研工作 那么这里面的工作 包括很多这个舱内机柜的 安装的操作 但是也有很多这个舱外的工作 这个我认为 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这次的乘组的构成 因为之前我们在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和之前的陈州十四乘组 都是两老带一新 两位经历过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带着一位 就是说头一次进入太空的航天员 而这次我们又恢复到了 一老带两新 这一方面体验 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 趋于成熟 那么我们现在更有信心和把握了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对他们本人来说 确实是一个挑战 那么只有飞军农指令长 他过去经历过飞行任务 而且这次有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他们要至少进行 三次以上的出舱活动 因为之前最高的记录 就是神州十四乘组 一次乘组 驻站期间进行了三次 那么他们最少就要进行三次 而且他们这三位乘组 之前都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为关键的是 未来他们要进行的出舱活动 它的复杂程度和工作量 肯定要比过去高得多 过去我们更多的是 空间站本身的建造 那现在除了这些和建造有关 比如说抬高全景相机 或者说我们的安装扩展泵组 这些涉及到空间站 本身运营的这些项目之外 我们还要有一些 和科研活动有关的 这样一些出舱活动 那这样的话 它的整个的复杂度 和挑战性就比过去高得多了 而这三位 他们将进行 他们有生以来的 头一次的出舱活动 所以我们也期待 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承担的 未来这五个月的任务 比之前那几个航天员乘组 可能会更加的减去 是这样的 因为科学实验的复杂性 那么和工程上的 我们的难度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是 那现在他们的身体状况 万者觉得能够承担起 这么繁重的一些科研和探索的任务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 肯定是能够承担的 因为他们还是经过了 长时间的培训训练和选拔出来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咱们也能够看到 在这个科研实验里面 其实有一些就是专门针对 比如说他们的这种情绪测定 还有包括他们的味觉嗅觉 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脑电的 这样的一些人机的 实际上一些互动 还包括我们看到 就是对于他们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身体条件 到底处在一种 什么样的状况下 既有实验 然后也有一些训练 因为对于这个太空人来说 我觉得其实特别的不容易 尽管我们都知道 他们肯定身体都是棒棒的 是吧 然后心理素质也是杠杠的 但其实我们在过去 就是能够看到 比如说美国 过去航天员也出现过 那他们还没有说 在空间站里面 可能只是在外太空里面 那么可能有一些人就出现 有的是当时就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有的是就是回来以后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可能有一些情绪或者心理上的问题 所以始终是一个太空人 所面临的压力 那么有这些测试呢 既是为现在他们的这个状态稳定 要奠定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科学基础 也是为将来要累积一些数据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后勤保障其实也很重要 包括咱们看到 他在那边跑步是吧 我看到我记得第一次 他们刚刚上去跑步的时候 说跑了三天才跑得起来 因为是一个失重的环境下 那么你的这个血液呢 就是过去是要流到下肢的 现在就是它的分布就不一样了 会使人有一种这种浮重啊 等等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在回到地球的时候呢 他们说可能就会造成 比如说站立不稳 就是直立不稳啊 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 其他潜艇失调 就是不能平衡啊这样的状态 所以呢给他们的这种 比如说那个 跑步啊运动的机器 都是特质 就是拿上去给他们的 另外还有一些医疗救护呢 我听说专门是 就是咱们听说 他们在太空啊 往往会长高是吧 因为实际上 是因为没有失重了 但其实他们说呢 因为你在太空上 比如说这种失重 然后导致 比如说你体液分布不一样了 还有呢会导致你骨质疏松 其实你回来以后 也有可能是有一个危险的 就是它这个脑啊 就是向下 实际上对机住有一个压力 会有一种这种骨折的 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呢 一方面我们都觉得 他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另一方面呢 咱们也要体会到 就是说做太空人 真的是一个非常艰辛的 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以及后勤的这种保障团队啊 实际上我觉得也是有强大的支撑力量在 也就是神舟十五城组 他们是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也会有巨大的压力 但是我想有前面几个城组 他们积累的经验 包括有地面的支持 他们一定可以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 已经是走过了30年的历程 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那么近期呢 我们也是专访到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周建平 一起来听一下 他对这30年如何评价 我脚边的这条轨道长2.8公里 中国空间站的三个舱段 就是沿着这条轨道 走完了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段路程 转运到了我身后的火箭发射塔架 成功点火发射升空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轨道上 组装成了T字基本构型的中国空间站 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 这段历程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 尽管起步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依然以令人惊叹的速度 一路奔跑 追赶 跨越 超越了发达国家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起飞 近零 150 半管分 半半秒 191号秒 150 半管分 半秒 191号秒 随着孟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入轨 与天和核心舱顺利完成交汇对接和转位 中国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完成了T字基本构型的建造 与国际空间站相比 中国空间站起步晚 仅凭着天工一号 天工二号 两个巴敦级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的经验 就走向了空间站阶段 并蹚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站建设道路 目前 中国空间站工程 已先后完成关键技术验证 和载轨建造两个阶段的任务目标 其间实现了再生环控声宝 大型柔性电池翼可驱动机构 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 大型组合体控制等技术的全面突破 载人航天 人命关天 在实现一系列技术创新和突破的同时 工程全线始终将人的安全摆在第一位 通过严格把控产品质量 充分测试暴露问题 深入分析原理机理等方式 不断提升任务可靠性 我们的空间站的经济性 毫无疑问是所有空间站人员最先进的 对于技术进步 这样我们可以大幅降低 今后空间站补给的消耗 这也就是高质量的发展那种模式 国际前的空间科学的研究的领域 我们全部都覆盖了 也为人类空间科学的整个的水平和能力提高 做出我们中国的贡献 刚刚我们听到了周建平总设计师说 我们的空间站的经济性 是所有空间站最先进的 那雨光觉得这个经济性应该做何理解 周总这个描述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强调一点 我们中国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那么我们的航天活动 其实是更多的是我们的通信卫星 导航卫星和摇杆卫星 他们是可以直接为我们的国民经济进行服务的 那么对于载人航天工程 它的规模很大 但是我们空间站并不追求它的规模 我们的空间站在这一期三舱构型建成以后 那么重量是接近70吨 而国际空间站的重量超过450吨 所以我们要比它小很多 但是我们的科研的机会数量达到了25个之多 注意这些是专门用于科研的 那么我们的科研用的机会 它的这个占比 以及我们仓外的这些专门用于科研的平台 它的占比 那么这个是要比国际空间站要更高的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的这个供电能力 其实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占比来算 那么也是比国际空间站更强 而且呢 我们是通过采用一个三代空间站的 这样一个积木式的这样一个构型 这样一个总体设计 那么达到了第四代空间站 也是国际空间站相同的这个 这个就是先进程度 那么它的整个从总体上的构思 是确保这一点的很关键的一点 虽然我们没有像国际空间站那样的一个巨大的航架 但是我们非常巧妙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的舱体 它们本身起到了这个航架的作用 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两对巨大的这个太阳能翻版 可以提供非常充足的电力 那么未来呢 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科研活动 那么提供非常重要的在供电方面的保障 那么整体而言呢 我们在这个科研方面的能力 那么是和国际空间站应当说是并驾齐驱的 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的投入产出比是非常高的 是这样的 效率更高 对 那么这样的性价比 就是这样的经济性 它对于我们这个空间站的可持续发展 万者觉得有多大的帮助 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通常来说呢 我们都会说你讲这个航天工程的时候 不能只是算一个 就是说对于大众的一个经济账 但其实我们要看到 在这个空间站的建设当中 咱们这个经济账啊实际上也是算得非常的精细的 那比方说就包括刚才宇光刚才说过了 那咱们这个空间站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电推进的 那对于传统的那种空间站来说 它可能比如说刚好是 更多是这种化学燃料的推进 那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无论是在节能啊 或者是说在节成本方面 应该说我们还是有更好的这种降本增效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从目前的这样一个生态的 这个环控的系统来说呢 我们也会发现 因为咱们要看到啊 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这个上天的话 其中有一个事非常的重要 就是咱们平常在地球上讲什么呢 就叫寸土寸金对吧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说发射出去呢 叫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叫做这个刻重刻金 也就是说你每多就重一刻 你可能啊就是说 你这个金钱就要花非常之多 那所以说呢 万事呢就是说你要是越轻就越好 那因为咱们有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呢 实际上呢有做个计算 就是原来啊 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大家生活一年 可能要比如说八吨 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这个生活资料 那么现在呢就只要400公斤就够了 那你想想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的节省 大幅度节省 大幅度节省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咱们这个寻天仓啊 今年也要去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哈勃望远镜了 是吧 那么像美国呢 它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跟它的困境战等等啊 并不是同轨的 所以它要特别的发射来 对它进行这个维护啊维修 那咱们呢在这个同轨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基础上 未来再进行维修啊 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成本的节省 就不需要再发射火箭 没错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咱们经济上 实际上也算得很清楚 而对于未来来来说 我觉得这个产业的经济啊 实际上应该也是非常可期的 咱们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国际空间站 实际上是有一些国家在内 他们的资源呢 是在这些伙伴国家内共享 而这次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呢 第一就是说 过去那个国际空间站 它应该马上就是要退役了 那未来我们可能就是 这样唯一的一个空间站 我们已经接受了 就是很多国家的 这样的一些邀约 跟17个国家 就建立了一些就签约 而且呢我们本身啊 跟欧洲空间站啊 联合国的这个空间司啊 都有一些这种交换航天员 所以呢 今年我们也有一些项目 就应该会在我们这里面在做了 那未来呢 合作会更多 而且我们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说我们未来的这个资源啊 大家是都可以共享的 这是共享平台 对对对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 咱们这个效益 应该都是越来越好 是的 其实大家可能还会很关心 神舟十五层组 会在太空做哪些实验 因为我们知道神舟十四的实验 像那个水稻的成长的过程 大家就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 简单来介绍一下 神舟十五 你最期待的一些实验室 其实对我本人来说呢 我最期待的实验 是其中的一个就是 食品的实验机柜 和一个这个 冷原子物理的实验的机柜 因为这个是直接和工程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神舟十五成组 载轨六月要进很多的 科学方面的实验 和很多工程方面的实验 而这个就是高精度的 食品实验机柜 它的这些科研成果 可以使我们造出更精 高度精度更高的这个原子钟 而原子钟我们知道 是这个导航卫星的核心部件 好的 这个实验的内容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期待 好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节目最后 我们在一起通过空间站上的全景相机 多角度的欣赏一下 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 中文字节目是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